第四集 啊 竟然扣下我的球 太过分了 哦 啊 啊 对了 米奇交出了混凝土 救命啊 救命啊 上面已经开始凝固了 要是硬往上拽的话 布鲁诺会受伤的 这回我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别急布鲁诺 会有办法的 如果有强大的水流就好了 强大的水流 我刚才见过 地下的水流还把波克顶起来了呢 对吧波克 很好 让我们试一试 罗姨 有把握吗 没问题 我来给他钻个洞 好的 来了 布鲁诺 救救我 布鲁诺 布鲁诺 你没什么吧 还好 他就是身体动不了了 别担心 还没有结束呢 大家后退一步 布鲁诺 布鲁诺 现在活动一下看看 现在没问题了 随心所欲 太好了 那 为了庆祝布鲁诺安全脱鞋 现在将超级球舞归远逐 哦 太开心了 好 玩得真好 真好 真好 漂亮 太开心了 谢谢鲁诺 也要谢谢大家 谢谢 快点 邓波 没时间了 布鲁诺 布鲁诺 拜托你 慢一点走吧 现在走得很慢啦 别这样 只是爬坡的时候 帮我拿一个箱子行吗 不行 那样连我都会变慢的 快点 这样会错过超级玩比赛的 真是的 布鲁诺 帮帮我 都说了不行了 走啦 邓波 救救我 邓波 邓波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收到报警电话说 邓波在云坡下面 被压在农场的甘草堆里了 请大家马上出动 好的 地区 撤 地区 地区 tier区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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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好像多亏了这些草垛 伤得才不严重 爆掉的轮胎 马上给你紧急处理 不管怎样 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 谢谢朋友们 不客气 顺便问一下 那些货物怎么办 货物 对啊 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呢 完全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 彼得先生知道 兰徽大发雷霆的 都是因为我 真对不起的婆 我早点帮你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完成工作 及时看上超级完比赛了 朋友们 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分类装好呢 这个嘛 虽说不是不可能 但好像得花费不少时间呢 大家都看到了 沙子和钉子 全部都混到一起了 有什么好办法呢 想起来了 用电磁铁手怎么样 利用磁铁 只能吸住铁的特性 对 钉子是铁的 当然可以被磁铁吸起来 沙子是不会被磁铁吸起来的 用电磁铁把钉子全部吸出来 然后把剩下的沙子都装起来 哦 这是个好主意 那我们在这里处理完剩下的事情 你快去把电磁铁手拿来吧 好的 好了 洞铁 开到工地应该没什么问题 谢谢恩巴 哎呀 真是太幸运了 朋友们 电磁手拿来了 辛苦了 海力 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任务完成吧 哇 吸住了 吸住了 现在把它们装进箱子 哇 太神奇了 这就是电磁铁的力量 多亏了海力 应该很快就能干完了 是啊 海力把钉子收了起来 那咱们就把散了的沙子收起来装好吧 怎么样 好 等 等一下 这样的活还是交给我吧 这是我的专长嘛 谢谢布鲁铁 不客气 朋友的事当然要帮忙了 是不是 是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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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呢 会是被谁拿走了呢 难道是 真是太厉害了 瑞浦婷 你真的没看到我的奖牌吗 我真的不知道 您不会怀疑我吧 你看 我怎么想也想不出 谁搬过那个柜子呀 不是我 我绝对不会连招呼都不打 就拿走别人的东西的 我敢对千发誓 绝对不是我 瑞浦婷 瑞浦婷 白浦阿姨真是太过分了 她怎么会认为是我拿走了 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难道是刚才搬东西的时候 奖牌叼出来了吗 搞不好真实啊 怎么办 在哪儿啊 怎么办啊 怎么都找不到啊 是奖牌吗 哪里是奖牌啊 雷琪快一点 你们先听一下 什么声音啊 我是对波提啊 可不见我吗 我在这儿呢 什么怎么办呢 还怎么办 快放下来吧 快放下来啊 怎么 不听使唤了 我可能出故障了 救命啊 救命啊 百乐阿姨您好 小娟 不好了 瑞浦婷被挂在 出故障的吊车上 现在很危险 大家都听到了吧 请立即出发 赶往码头 是 小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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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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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丽 你先过去看一下情况如何 好的 我一直在往下活 坚持住 雷琪 我 我已经尽力了 不用吧 乃丽 不停 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 你再坚持一会儿吧 坚持 海力 你们快来啊 我上去帮助海力 你们两个在下面好好照看着 好的 雷迪 雷迪 能把我举高一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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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坚持不住了 大家抓紧时间 马上就好了 罗姨 架起梯子 知道了 好了 瑞布提 出来吧 慢慢地上来吧 我还怕 没事的 瑞布提 有我们在这里呢 好了 那我放下去了 真是万幸 你真棒 瑞布提 谢谢你 雷迪 不客气 雷奇 我会告诉小娟 让她尽快帮你检修的 谢谢你 好了 好了 安巴 那么好吧 我先出发了 彼得先生病得不轻啊 看来她是担心施工问题 几天几夜都没睡好了 我们居然都不知道 嗯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去了医院就会没事情的 好了 我先走了 嗯 拜托了 小娟 嗯 现在该怎么办啊 是啊 要不趁彼得先生回来前 我们来个大扫厨吧 家里干干净净的 说不定他回来看到心情会好一点呢 凳铺的主意真不错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吧 好啊 我想念她们 嗯很意思 你说 主持人 弱� 扮 了 明明看到它滚到这边的 在那儿呢 就差一点了 快了 这个糟了 波克 小心 我的天啊 这地方 没什么 我猜点了 还是 在那里 我猜点了 我猜点了 你被演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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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波克 你还好吗 你先不要乱动 再忍一下 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你们几个先转移到安全地带吧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 让我们把木材抬起来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碰倒了木材堆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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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让彼得先生开心呢 是啊 我们真的是想让他看到屋子干干净净的 不用担心 我们一起来打扫吧 是啊 大家一起动手 很快就可以收拾完了 你们 嘿嘿嘿嘿 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命 不要 在那边 克力妮 救我 我好怕 再坚持一下 克力妮 救援队马上就到 到了 到了 克力妮 罗伊 你现在马上准备起重机 海力 你去给克力妮系上安全绳 安巴 你跟我下去看看 有没有适合铺安全垫的地方 知道了 克力妮 我看了一下 没有适合铺安全垫的地方 这边也没有 看来 为了以防万一 我得在这个地方盯着一点 安巴 你上去帮助一下罗伊吧 知道了 千万不要出事啊 克力妮 别担心 马上就救你下来 克力妮 抓住 罗伊 马上就好 克力妮 克力妮 这些全都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本来也想找找自己想要的礼物 但是最后只找到了你们喜欢的东西 不好意思 最终也没想出来我想要什么 我们不知道你会去找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才不好意思呢 就是 我们只是想考虑送你你喜欢的礼物而已 嗯 对不起 这么看来 就是因为大家为对方考虑的太多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啊 朋友们 我已经想到 克力妮她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了 真的吗 是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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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礼物呀 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 好 克力妮 你现在可以睁眼了 生日快乐啊 这是 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露营派对 露营派对 嗯 嗯 我知道对克里尼来说 最珍贵的不是什么礼物 而是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 和朋友们在这里 愉快地度过美好的时光 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怎么样 克里尼 喜欢吗 嗯 真是太喜欢了 不过不是物品的东西 怎么也能够成为礼物呢 嗯 只要收到的人觉得高兴幸福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礼物 顺便告诉大家 我也准备了礼物哦 给你做的蛋糕 谢谢你 小金 真是太喜欢了 你喜欢就好 所以说送礼物 最重要的是心意 没错 好了 我们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吧 哇 谁的球啊 这么脏 还是我的球好 哦 哦 是蛋糕和波克 麦克斯 都去干嘛啊 麦克斯 布鲁诺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球跑掉了 我们要去捡球 球 谁的球 谁的球啊 这 这个 对不起布鲁诺 是你的 什么 我的黄金超级球 不要啊 黄金超级球 布鲁诺 快回来 布鲁诺 别我扎住啊 怎么办啊 我的球 我才够玩了一次而已啊 布鲁诺 真的对不起 球丢了 都怪你们 陪我瞧 我有个好主意啊 什么主意啊 那个球 是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你听我说 这条小溪 通往枫塘大桥那边 我知道一条近路 我们先到那个地方等着 等球飘来了再捡起来 是吗 当然了 快走吧 哪有球飘来啊 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你们看 球飘过来了 在哪儿 我的球 拿到了 不要啊 我的球 谢谢你 伯克 伯克 出大事了 伯克会有危险的 我们现在还是马上报警吧 海力 不可应该朝吊桥那边飘去了 你先过去找到他的位置 一定要在他飘到海里之前找到他 好的 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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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找到了 找到了 伯克 你没事吧 伯克 你没事吧 破例 找到伯克了 你们快来 伯克正常入海口飘去 好的 大家抓紧时间 好了 别担心伯克 伯克 你这样不会沉下去的 怎么还不来 炉弹 炉弹 你先到对面去 拉住伯克 我和安巴在这边接应 好的 伯克 别害怕伯克 伯克 快点 马上就到 动手 炉弹 罗伊 为了防止他飘走 你把他拉过去 好的 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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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了那么多趟 还剩下这么多 这样下去 要错过布鲁诺的表演了 不行 看来还得一次性 全都搬走 邓普 你这超载的太厉害了 会出事故的 没关系的 这种程度没问题 很好 你及选手正使出浑身技术 太可惜了 他没能将美人鱼的尾巴做完 彼得先生 邓普还没来呢 布鲁诺马上就上场了 可不是吗 看来我这次搬得太多了 但是为了早点去看布鲁诺的比赛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 不要啊 好 接下来就是布鲁诺和斯普奇两位选手了 他们两个人将争夺冠军 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邓普怎么还没来 他明明说过来加油的 比赛暂时终止 救援队队员请到舞台前面集合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小绝 木材厂附近出事了 邓普在搬运木材爬坡的途中出事故了 什么 邓普 听说邓普的轮胎爆了 木材散落一地挡在了道路中间 邓普也被困住动不了了 Polly 我们快过去吧 嗯 立刻出发 我们实在不应该把邓普自己留在那里啊 对不起 海力 你先去了解一下邓普的情况 海力 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稳 坚持一下 救援马上就到了 哦 到了 海力 我困住 走 你们先去 到三岁 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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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仪 你和安巴 负负负责这里 好的 露仪 哈哈哈 这边 Ta 把我所推伤你 露仪 bob 来 这边 收拾一下这些木材吧 现在安全了 邓普 谢谢你们 不客气 安邦 小心 洛伊 没事吧 我没事 邓普回来了 邓普 彼得先生 邓普 我们不该留下你一个人 实在是对不起 没事的 让你们这么担心 我才过意不去 快告诉我 比赛结果怎么样 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邓普 布鲁诺坚持说 要等你来才开始比赛 真的吗 好了 那让我们重新开始比赛吧 布鲁诺 准备好了吗 啊 当婆 看好了 我会好好表现 把布鲁姆斯杯捧回来的 说什么呢 布鲁姆斯杯可是我的 啊 我的球 你什么时候偷走的 这 什么叫偷 这叫魔术 什么魔术啊 哼 分明是偷走的 给我站住 诺诺诺诺 你想干嘛 想不碍我比赛是不是 不是 都说不是了嘛 什么 跟丢了 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 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 我来了 你回来了 彼得先生 我说 伯克上哪儿去了 刚才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是吗 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 好 伯克 你在这里啊 伯克 你在这儿干嘛 真是太巧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 好 把这里修一下 然后安装上路灯 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这个地方 伯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给邓谱装上 迈克斯负责把道路碾平 知道了 知道了 就是挖这里对吗 对 伯克 我跟去看看 这回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伯克 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伯克 伯克 哈哈哈 来 找到了 好 危险 伯克 快闪开 让开 全部不小心 伯克 伯克 你没事吧 稍等一会儿 我去叫救援队 海力 你先去现场 实施交通管制 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一会儿 伯克 伯克 海力 你们稍微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没事吧 伯克 来了 这边 这边 伯克 伯克 没事吧 罗伊 我们把伯克扶起来 好 小心 安巴 检查一下伯克的身体状况 好的 停车 特里 出什么事了 前面有点事故 我们正在进行救助 今天只好麻烦你绕个道了 这样 那我原路返回吧 谢谢你 特里 别紧张 伯克 我就是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受伤 伯克 安巴 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嗯 我再仔细地给它检查一下 嗯 我再仔细地给它检查一下 伯克怎么样了 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 它蜷缩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哈利 恐怕我们要把它送到总部 做一下全身的检查了 嗯 伯克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把你带到总部去 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诶 是一株花 伯克的车禅里有株花 有株花 啊 这不是工地的那株花吗 难道说你就是为了保护这株花才这样的吗 嗯 原来如此 终于揭开秘密了 揭开秘密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那棵花啊 真漂亮 嗯 嗯 伯克 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 就是啊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 嗯